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11月8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建设喜讯 后里区的太平里联合里联合活动中心 历经三年多的土地争取与新建之后 这天终于落成启用 总经费2500多万以农村生活为设计理念 打造骨仓造型的礼办公室 造型相当特殊 市长林嘉隆也特地到场来剪彩 并且与诺会协助争取活动中心的硬体设备 让里民有更好的实用品质 精神抖擞的50队为这一天的活动炒热气氛 后里的太平联合里两里的活动中心 因为当初的土地是属于国有财产属所有 而在市府跟地方努力争取后 前后花费了三年时间才终于新建完成 赤字了2520多万元 打造出了和院设的建筑群体 这一天是欢喜举办落成启用典礼 有了这个活动中心 大家可以在这边办活动 然后互相的交流 还可以结合未来我们的托育托老 甚至这些社会福利的事项 所以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家 那也恭喜我们后里地区的市民 除了骨仓造型的礼办公室 还有使用大片的落地窗活动中心 外观设计相当吸睛 但也有民众反订 除了地段照暑偏僻 着重采光 反而是导致天气热的时候室温过高 所以希望市府能够加强硬体设备 这栋活动中心空间是还算蛮大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因为全部都采透光 所以在夏天的话非常热 冷气是一定要的 那其他的卡拉OK 是其他的音响 包括这个换灯片什么都还没有 我们也希望市政府能来协助 大家好好的去使用 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文字馆 我相信我们在梁里 也许相亲会认为 这是比较接近太平里的一个后段 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因为土地取得不容易 我相信有这样的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珍惜 那议员也有建议 还有一些要添加的设备 我们也会全力来把它做好 而在市长的带领下 众人手持清香参拜 祈求启用后平安顺利 而市长还表示 活动中心落成之后 未来除了可以提供 里民开会社团活动 还能够作为社会福利的关怀据点 怕能够加速带动地方的发展 记者林云轩 台中采访不到 再来 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